剛才提到說 好 民政局想要考慮說 在這個新成立的這個基地上面 另外成一個禮 就是說考慮到一些狀況 但是呢 上一次的這個在這邊的這個說明會 說這個社區是要融入我們的耶 那你一個這麼大的基地進來 比現在的住民還多 那怎麼融入 然後又要另外成立一個禮 那它真的是來融入的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剛才有提到 捷運局現在只管蓋捷運 那斷層到底怎麼辦 那今天相關的好像沒有來 是大地工程處跟新工處的問題嗎 都市發展局一直閃避 這個地方就真的會地震 地震非常的嚴重 我上次有提到一樣的問題 101蓋起來之後 這附近的居民感受到的地震強度更強 老舅 可能是我們房子老舅沒錯 可是感受到的那個地震強度 每次我看到那個地震說幾級 震度多少 可是感受的強度比那個數字還要強 在地的居民都知道 再來捷運局在蓋其他條捷運的時候 不是有發生過你挖錢盾一下去防止 兩側的民財就軍列的問題嗎 我們這邊的地質真的很脆弱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真的不是說法律 不是說法律要你量400 所以2001變400你就非得要到法律的上限 我們這邊一蓋起來真的生活品質會非常的差 住宅 住宅 居民 舊學還有交通通通都會下降 那你再說要這個地方不還品硬把它割三塊 為什麼蓋捷運就一定要變商業區 原來是一整塊的完整用地 為什麼讓它變成三塊 我是年輕人我真的不懂 說真的我買不起房子 然後剛才說什麼租房子 兩萬四萬那叫什麼租金啊 真的是這個租金嗎 這是租給誰 中收入以下 然後你叫一個月付兩萬四萬的租金去租 這個叫公營住宅 那是租給誰 我不懂 真的難怪那些長輩要離席 我真的是越聽越生氣 你們在敷衍我們嗎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下一次來開會的時候 上次開會 禮拜四開會我不能去 我要上班 這一次我一定會想辦法請假 去參加四個月二號 雖然我還沒有拿到開會動支單 可能因為我上次市政府的會議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請假去 這一次我絕對要請假去 不是只有老人家的意見 年輕人在這邊 我們還要繼續生活下去 為什麼我們要忍受這樣的生活品質 好謝謝 好謝謝 谢谢